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全协议充电器 你们要看的瑞布4的来了 我看这个充电器你们呼声这么高 它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期视频给它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 希望不会翻车 不然的话这个视频估计会被下架 因为咱们会把它真实的数据 全部展现出来 我也不知道这个充电头究竟水平怎么样 希望我视频的帖子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才会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谢谢大家 我估计这个全新一方案 跟我们前面测试的 乐迪自美和引答琴的 应该是差不多的 究竟是不是 我们先开箱 包装盒全部都是银色的色调 这个有点像移速的产品的风格 这边有个充电头的图片 融合店家 这里是瑞布斯的logo 充电器的概念图片 GAN第九代全新淡化夹 这些东西都是唬人的 淡化夹65瓦的英文标识 背片是产品信息 合格证 还有制造厂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包装是这样打开的 充电头本体 说明书卡片 合格证卡片 充电头外部有一层膜包着的 充电头我购买的是一个紫色的 这里有一个电的标识 GAN的标识 充电器的英文标识 65瓦的标识 这里有一个融合店家 充电器两个充电口 内部舌片黄色 一个USB-A口 一个Type-C口 折叠插角的设计 充电器连包装盒的重量 132.8克 单充电楼的重量96.5克 充电器的高度52毫米 这边的宽度是40毫米 这边的宽度也是40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为68毫米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旅行充电器 型号JC055-Q 输入规格 180-240伏 这样标的话 也相当于就是一个 240伏的电压的产品 不支持110 输出规格 最高功率 20伏3.25安 也就是65瓦 C口和A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只有15瓦功率 大家记住 总输出功率65瓦 这里是制造商信息 室内使用 不要扔下垃圾桶 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 3C认证 非热带地区使用 循环10年 双路绝缘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充电器的外观 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 就进入我们测试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测试 这一个充电器 两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首先是这个充电器 Type-C1口 它协议支持的情况 Vivo家的VSCP 7-20伏 最高功率120瓦 高通QC3.0 5V 9V 12V 3.6-20伏 华为的FCP 最高功率18瓦 华为的SCP协议 最高功率22瓦 三星AFC 5V 9V 最高功率18瓦 PD3.0的65瓦功率 PPS QC5 PD3.0点进去 固定档位5个 最高65瓦 PPS协议 两个都是6A的PPS协议 具体兼容性怎么样 我们后面测试 这个DCP则是基础功率 这是这个充电器 Echo协议支持的情况 有Vivo家的VFCP 最高120瓦功率 高通的QC3.0 5V 9V 12V 3.6-20V 华为FCP的 最高18瓦功率 华为SCP的 最高22瓦功率 三星AFC 最高也是18瓦功率 这个是Obo家的 WALK协议 没有功率显示 具体的话 我们后面再测试 DCP为 充电器的基础功率 我们用这些品牌的手机 来测试这个充电器 它的快充兼容性 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我们用Type-C口 可以显示67瓦的MAX标识 这个证明它有 破解版的米家的PBS 最高的真实功率 可以攀升到39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60 我们以这个手机 来测试华为的兼容性 这个手机可以支持 66瓦的快充协议 插上去显示MAX66瓦 真实功率 可以攀升到42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 蓝厂Vivo的S18 它的自充功率是80瓦 手头上暂时 没有120瓦的设备 插上去直接显示 Vivo家的散充标识 真实的充电功率 在34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 绿厂的OPPO Reno12 它的自充功率是80瓦 可以显示超级散充80瓦 真实功率在43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300 它可以支持SCP的100瓦 还可以支持PPS的100瓦 插上去显示 MAX100瓦的标识 还可以启动急速模式 最高功率可以跑到60瓦 这个已经是这个充电器的极限了 这部手机是3C手机 可以启动超快充电2.0 真实功率在18瓦左右 这个充电器对于公版的PD协议 该是什么功率就是什么功率了 苹果手机我们就不用测试了 因为它最高也就是27瓦 既然这个充电器它支持米家的私有协议 我们就拿一个120瓦充电的米家的设备 尽量的把这个温度给它拉起来 看看它给大功率设备充电的时候 它的温度究竟怎么样 目前这台小米设备还有16%的电量 这个红米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1分20秒开始 持续60瓦的功率 一共输出了12分多钟 后面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充到90% 再继续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25分钟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 最高温度是41.5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15度左右 我们用这部Reno12来采集 绿场的Walk协议的充电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5%的电 这个OPPO Reno12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45瓦功率 持续了大概4分钟 然后降到39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89分钟时间 然后再降到35瓦的功率 充了4分钟时间 后面就是30瓦 36瓦 30瓦 36瓦 一高一低的再充电 充到90% 成阶梯状往下面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充到100 一共花了45分钟时间 比刚才那个小米要慢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这个功率要低一点 它的温度 最高温度也是41.5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15度左右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Vivo S18 它的自充功率是80瓦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9%的电 这个曲线图前面28分钟 都是33到35瓦的真实功率 一直在充电 在28分钟的时候 降了一下功率 这个时候已经 基本上要充到90%了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的充电时间 跟前面OP的手机 充电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45分钟就充满了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它的充电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34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 还是15度左右 我们用这个荣耀60 来采集华为的SCP充电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 还有6% 这个荣耀60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17分钟 30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 降到24瓦的功率 充了3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20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7分钟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的话 是50分钟时间 这个66瓦它实际的真实功率 最高只有30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这个功率是我们测试几部手机里面 它的功率最低的 最高温度只有38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 还是15度左右 我用这个100瓦的模块 配合222A6万毫安的充电宝 来拉它的最大的功率 我们看看这个充电器温度水平究竟如何 这个充电器已经足足运行了3个小时了 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 一下子搞忘记了 卧槽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一直就是60瓦的平均功率 一直在运行 中间有一个断隔 两分钟时间 降到10瓦的功率 这两分钟时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56度 我们用热像仪测出来 它的最高温度是65.5度 我们热像仪直接采集的是充电口附近的温度 我们这一根采集线采集的是充电器表面的温度 所以说有一定的温差 很正常的啊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17度左右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充电头 它的电能转换效率的情况 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这一个充电头内部的一个电路架构 首先是220伏5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浪用功耗是7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220伏50Hz 综合待机功耗0.4瓦 5伏3A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18.1瓦 这边直流输出14.9也就是45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3% 9伏3A 27瓦功率 220伏输出30.8瓦 这边直流输出26.96也就是27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2伏3A 36瓦功率 220伏输出40.4瓦 这边直流输出35.97也就是36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 15伏3A 45瓦功率 220伏输出50瓦 这边直流输出45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0% 20伏3.25A 也就是65瓦功率 220伏输出66.6瓦 这边直流输出60.5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1% 这个60瓦的功率 应该是这个充电器的上限功率 这两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只有15瓦功率 从侧面反映的这两个充电口 其实就是一个充电口 所以说我们测试文波 只测试这个Type-C口就可以了 5伏3A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89.4毫伏 平均文波在80毫伏左右 9伏3A 27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8.4毫伏 平均文波85毫伏左右 12伏3A 36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3.1毫伏 平均文波在84毫伏左右 15伏3A 45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9.8毫伏 平均文波在88毫伏左右 20伏3.25A 也就是65瓦功率 实际功率只有58瓦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波 试播器在600微秒的时候 这个文波 大家看一下这个摆动的浮值 最高文波已经是422.5毫伏了 我们再放大一下波形 放大到5.1毫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波的情况 这个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87.8毫伏 这样的文波已经是超标了 这个全新一充电器测试下来 如果在忽略文波的情况下 充电器无论是兼容性 还是实际充电的表现 都是非常不错的 温度控制 转化效率也很不错 可就是这个20伏挡的文波 真的是太高了 400到500多毫伏的文波 而且文波的摆动幅度也是很大 大家如果要问我推不推荐 这种产品我肯定是不推荐大家购买的 文波超过200毫伏 对手机里面的电池和内部的芯片 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还有就是这个视频 如果被投诉下架的话 咱们后续也不拆解了 直接扔垃圾桶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手机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各位老铁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